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55秒 来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访谈单元里面 要跟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昨天准总统赖清德 他在520就职之前 他提出了他的两岸 还有国安以及外交的内阁的布局 那么这一波可以说是新内阁里面 最后的一波人士了 也就是说在昨天公布之后 已经全部底定了 那么在新的内阁人士里面 我们看到当然了 赖清德准总统 他在公布的同时 他也发表了一段 对于中国大陆的两岸政策的 很重要的谈话 那么今天的各平面媒体 统统把它放在头版头条来探讨 赖清德的重点谈话 刚刚在新闻的时候 说新闻的时段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那么重点就是要看一看 他喊话北京要正面交流 而且是自信的面对台湾民选的政府 好 那么当然这份名单 我们也看到 之前有很多的揣测 这样的一个揣测 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 也是跟志平一样的关心 我们来看看今天联合报上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解说 那么在这个 赖清德在昨天谈话里面 他说新国安团队面临的挑战 是前所未有的 好 那么成员是一时之选 那么具有这个跨域专业以及经验 能够马上推手国家 这个稳健前进 那么大家呢 过去在政府不同安位置呢 就有共事的经验了 有默契又能够合作 未来国安工作 包括了国防国安外交两岸呢 都需要共同承担 面对这个极权主义跟这个兴起啊 那么中国步步逼近啊 那么国安团队责无旁贷 要以国家为己任啊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们来看到的是 能够让很多很多的听众啊 就能够了解 其实赖清德 准总统 他对于整个国安布局的一些 相关的 这个谈话的内容 还有这个人事安排是哪些 当然了 当然了 这个 在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 也有很多的朋友 能够 很多的媒体啊 很多媒体能够解说 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待会儿呢 正在连线 我们常识正在连线啊 这个 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助理教授 陈立福 我们请陈老师呢 在节目中要为大家来解说 不过现在连线 暂时有一点点问题啊 我请各位听众先暂时稍候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拿来看一看 其他重要的新闻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 今天联合报 上面有这个话题 失联的移工已经超过了8.5万人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现在呢 那这个 经过统计 大概营造业跟农业 这两个领域是最多的 这个失联的移工 到台湾来工作的移工 也许因为很多其他的因素 而失去了联系 可能是这个雇主也有关 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环境也有关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好 现在我们已经跟陈老师连线上了 我们要请陈老师来为我们解说话题了 今天我们连线的是真理大学 人为与资讯学习的助理教授陈立福 老师早安 嗨 视频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是 抱歉 跟老师说一声抱歉 刚刚我们的连线有一点点问题啊 老师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前半部 已经先跟这个听众解说了 有关于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还有就是 在这一份新的内阁人事里面啊 国安或者是外交的这个布局 首先我们就来请教老师 在国安外交跟两岸事务的部分的人事安排 您是怎么去看待他啊 特别是啊 蔡英文总统第二任期以来 两岸的这个情势啊 是非常非常的严峻 那么还有就是台湾的国际处境 也是越来越困难 赖金德准总统 他主导的这一份名单 透露出怎么样的讯息呢 是 这一次是这个赖金德 担任总统以后第一次组阁 那其实也是这个赖金德 可以这个影响的 就是他思考的这个内阁名单的第二份嘛 因为他其实在小英的任内 曾经组阁过一次 那这一次是他自己担任总统 要组的这个内阁嘛 像说我们比较这个名单 还有比较陈建仁 跟苏正当之前那个名单来看的话 我们不能不说 这一次是一个几乎全面的换新的名单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目前已经公布的二十几位里面 其实只有五位是旧的 那就算是包括这个次长或副主委的方式 就是在原刃补证的话也不超过十位 所以他是全部都换过了 所以第一个他有一个全面全新的这个可能性意义 但是相反的他反而在国安 所以我们讲国安就是说除了国安会以外 还有这个外交国防 这个这方面 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为什么说没有 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跟 现任的这个陈建仁内阁的成员 是大风吹而已 例如说平常就是会 是国安会主要成员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他就是只转任到国安会的秘书长 其他本来就会去开国安会 然后之前吴钊燮又做过这个驻美代表 所以这个台美关系也是国安会里面主要的内容 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主要的国安的这个人员的布局 其实是像顾立雄是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转任这个国安部长 所以这个国安部长也是国安会的成员 像这个等于是延续这个小英政府的这个国安团队 是没有变的 只有大风吹换位置而已 没有换人的 当然更不用说国安局长太明艳 是直接留任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意义上就是说 在两岸关系跟对这个台美关系 就是台湾者最重要的主手 这两个主手上 是至少赖金德总统的第一个任期 是会完全延续小英政府的路线 是不会有任何意外 不会改变的 当然这个也就是他选拒的时候的承诺 因为大家就说他可能当选以后不会 这个两岸就会战争 因为那时候这个竞争者讲的理由 我就是赖金德是台独上来中共一定打什么的 不过赖金德当主就是保证说会以和平为主 不会改变现状什么的 但是他现在出来的都还没上任他出来的这个未来的命令 其实就是在落实这件事 让大家安心说 其实我没有变 如果小英的时候八年没有打 这个现在人也都没必有什么理由要打的 我的国安国防外交 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改变 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给美国 给中国也是给他自己的 当台湾其他的选民看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的态度 这个名单就是有这个意义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说 刚刚还有讲 漏讲就是说像这个陆委会 陆委会现在要登处的这个是秋水镇主委 他之前就长期在小英政府的时候担任副主委 而且他最后的职位是只是改掉到海基会担任副董事长 所以也是在这个两会 这个陆委会跟这个海基会的这个架构里面 他一直是实务上从事这个两岸政策的这个执行跟规划的人 所以这个也没有两岸关系的这个意外 甚至说因为这个这个陆委会的部分 我觉得跟他就是还有加上这个郑文燦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这两位的年纪都是属于五年级的终身代 那么对于长期以来两岸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过去最年轻的这个陆委会主委 就是蔡英文他自己 不然陆委会主委其实都是60岁以上 其实都是要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一开始甚至更老的都有代退的 那这样的一个陆委会的这个 跟海基会的这种人事 特别海基会常常在小英任内的第二个任期左右的时候 中国已经确定不跟小英往来了 他认为这个他没有诚意 他没有接受九州公司 所以停了这个路客路深 然后也拒绝接触 那这个过程里面有一阵子海基会 甚至又回到这个企业家去做董事长 是 等于是说反正你都不理了 那么找谁来做也没什么意义 你都完全不想管 所以还有这个 那现在郑文燦是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是做过两任职辖市市长 然后被呼声是 曾经是这一次内阁的阻隔 或是当时赖总统的副首的呼声的忍之意 所以他在民进党的党内是有很高的地位 而且他跟总统是属同一个政治派系 他们都是行潮流的 那他在副院长下来的直接的工作 就是指派为海基会的董事长 这表示海基会的角色跟这个之前会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这个赖总统他是很重视海基会 这个政治系的角色 他请终身带有实力的人来直接出任这个董事长 然后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表示说 未来如果中国愿意跟台湾重新恢复这个两会的接触 他可以确保这个接触的这个对象是有影响力的 可以上达天经的 绝对不是只是相争性的 那这个也是希望中国可以在520之后 就是尽快可以恢复到台湾跟中国两岸 这个正常沟通的管道 不要再抵制了 我们是真的很想要跟你沟通 这样互相接触的 我们派出了这个郑文燦 曾经是这个院长跟副总统的 这个预备人选的等级的实力派政人物 来出任海基会最高的窗口 我们也让这个秋水镇主委来作为陆委会的窗口 那秋水镇长期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他们两个除了中生代之外 秋水镇那个主委也是秋水镇老师 他其实这20年来主要都是从事这个中国大陆的研究 也是两岸研究的学者 他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 他当然是跟他对中国的这个 他长期在中国有从事这个田野调查研究的工作 所以他长期在中国是有跟中国的学界或政界有所接触 这个有所接触就是20年来中国对于秋水镇是很了解的 搞不好都是他对人的手机 你没有那种不用讲 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并不是对中国来讲一个陌生的人 那他到底可不可以被中国信任 怎么样去 他过去中国怎么样评估这个人 我想中国方面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这个就是相对可以信任的 他不是完全陌生的 所以你如果连这种跟你20年来都做研究都有长期互动的人 你都不能接受 他甚至因为做研究关系在中国不知道停留过住过多久了 那你都不相信这样的人 就觉得这个也根本没办法讲 那么其他人更不用讲了 民进党的中生在里面 来从事这个中国研究 两岸研究的人 而且长期跟中国有接触的年轻学者 然后中国也接受他入境 让他继续研究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他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就是赖总统对于中国想要这个恢复沟通 很重要的善意 所以第一个他提升他的这个层级 第二个就是说他让新的中生带来接班 展现出无限可能的弹性 然后他选择中国所熟悉的人选 我想这是这一次很重要的意义 对国安团队或是两岸 就是有关主管两岸事务的团队里面 在内阁的这个成品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是的 好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 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助理教授 陈立福 我们请陈老师 先就整个的国安外交两岸事务的 这个人事布局 先请陈老师为我们做了解说 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派系的运作 我想请教您 就是当然很多的媒体在解读 这个内阁新名单的时候 不免会从派系运作的角度去剖析 这是无可厚非了 但是我们看一看 这个新的内阁名单里面 有不少都是新面孔 几乎甚至于有的是 从来没有从政背景的 就是从民间延览入阁 像特别是这些财经部会的首长 这些清新的力量 现在入阁了 透露出什么样的企图心 这是一个什么样赖清德的企图心 他们要解决的困难是哪些呢 是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总统是新潮流 新潮流 总统是新潮流派系 所以他也是民党目前最大的派系 但是他是邀请卓恩泰组阁 卓恩泰其实并非新潮流的 他以前是卸长庭的系统的 他是卸系的 那郑立军其实派系色彩也很淡 所以其实郑副行政院长都严格说 都不是真正新潮流 所以这个总统其实 象征的意义就是说 特别是这个卓恩泰院长 以前做过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党主席 所以他有一定的高度 他假如说他是大师兄 其实就是他象征中生在里面 这个资深的 从政同志的这个角色 而且已经先做过主席了 所以他来做院长其实是有一个党内团结的一个象征性 就是说我总统虽然是新潮流 我没有直接找新潮流最嫡系的 我找一个 我跟我赖心的总统可以相信 因为他帮他参与 这次选举主要是帮他做操盘 很实际上到各处去团结 这个在走地方 甚至去美国访问 在选前这段也是请这个卓恩泰代理的 去找这个海外的台桥的这个支持 请这个卓恩泰去巩固 所以我们知道卓恩泰在这个选举的过程 这一段选举是代表赖心得 从事很多社团 这团体跟海外的这个接触是卓恩泰扮演过的角色 就是赖心得很信任他嘛 所以行政院长第一个是要能够 是同样要对赖心得来讲 最好当然是民进党自己主格嘛 因为是民进党在当总统嘛 那主格里面要选择一个他可以信任的 那这个信任必须考虑派系的平衡 说你不能就直接找新潮流的 变成总统是内阁 院长也是那什么都是人家 其他派系就不会越狱跟总统团结啊 所以要让民进党现在已经国会的少数党 如果他自己的行政团队都不团结 他可能总统会更弱势 所以他必须在总统也是民进党的党级前面之下 先把党内还有社会非党的势力都团结起来 这样是比较好的 就至少在第一次的内阁 所以卓恩泰跟郑立军这样出现以后 我们看看里面找的人 第一他跟苏贞昌时期 苏贞昌是民进党 甚至是说民主化以后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 可是我们看到苏贞昌院长的任内 比较少政治人物来出任政务官 其实所有的部长 不管是财经啊 或是经济国防外交内政 其实严格说全部都是属于政务官 他在组织法里面写的很清楚 他意思就是他不需要公务员资格 但是苏贞昌院长的任内 大部分的不能说大部分 就是一开始可能不是 可是后来这个内阁发生改变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由次长或是副主委补上来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他变成是事务官的一个团队为主 慢慢的他就有这个文化 那政务官纷纷就辞职 反而补上去当政务官是原来是公务系统的人 那这个就会造成苏内阁很大的特性 就是说他跟党内其他的这个派系的关系 就是比较梳理 你都没有用其他派系 大家来分共享 那耐心的这个做法跟苏内阁有时候很大的差异 就是各派系都有进来 虽然有一些派系 他们会认为自己进来的不够 例如最有名的交代 就是说像第二大派系政国会在内阁里面 被预测的人选很多都没有出来 完全都跌破眼镜嘛 可是大家注意到政国会的这个共主 这个少主啦 应该说叫做少主 就是说实际上最重要的领袖就是林家龙 林家龙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次院长 最有可能的人选之一嘛 但是他最后就没有变左派台 那大家认为很多人为他抱不平 可是他却最后愿意接受赖金德的邀请 出任外交部长 那外交部长即使林家龙在阿扁时期就做过阁员了 做过新闻局局长 然后他也做过在这个小英政府的时候 他已经出任过交通部长 我们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 有几个部大家是觉得最重要的 除了我们国安的先不用讲 一般的部会 我们叫做大部的 第一个大家觉得最重要就是经济部 因为经济部是可以走行世界各地 因为台湾外交只有13国 可是各地的代表处跟需要的经济活动非常多 所以经济部的编制非常大 而且可以去事实上负责第二轨的外交关系的很多 就是说透过经济在做互动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部所拥有的这个 这个附属的机关机构 他的那些下属的公司 包括随便讲像台电 中油就已经不得了了 跟不要讲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这种财团法人 所以他的规模跟预算会非常大 甚至他所有部会加起来 应该说跟经济部的事业单位的部会也差不多而已 经济部单位被认为是真正的大部 不是形容词的 这经济部长大家觉得很重要 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以建设为主 像交通部 随便盖马路高速公路铁路延伸 这个都非常的大规模的预算 所以交通部也是被认为是大部 林家隆做过交通部长 做外交部长应该不是任何政治人物 会特别想要做的 其实不是一种升官 为什么大家都期待 都想象说他应该就是院长 不然就是副总统或是什么 副总统没有院长也没有 甚至像上一次选举败选的时候 陈其迈 郑文燦都还有副院长 那他怎么都没有 结果他愿意去做外交部长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疑 当然林家隆先生本人以前就在外交 在很早就已经在这个 他从中正大学离开以后 他就是在国安会工作 他本来就有国安的经历 他也是留美的嘛 他本来在外交这个领域是不完全陌生 不过他长期以来 大家他对自我的期许 跟这个大家对他的想象 并不是特别在这个领域 而他愿意这个 都认为他还想继续选 那他愿意接受外交部这个 其实一点都不是这个升官 其实他本来交通部才可以不要迟嘛 苏职他有慰留他 他就是觉得他不要做 他还愿意回来 这个是给赖金德很大的温暖的面子 就当大家在指责这个分配不均 没有这个派系平衡 最后突然公布了 他是郑国会的少主 愿意接受外交部这个位置 那就表示民进党愿意团结 赖金德总统其实在还没有就任以前 是拥有党内的无敌心心的 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安排 他真的就有可能照他所讲说 我是一个超派系的 我虽然是新潮流 所有派系也是全民的总统 我不再是新潮流的 那这个象征最容易 最好要如何证明呢 其实就是其他派系人 特别是派系领袖 愿意去接受他的安排嘛 所以林家总担任外交部长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派系的意义哦 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说 不只是民进党的派系的政治人物 大幅的回流到 本来就应该出任的这个政务官的这个身份 就这些部长的职位 活化了真正民进党党内的这个增补 人才增补就变成畅通的嘛 那这个才可以对未来竞争 民进党的这个下一个 下一个发展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疏通管道 好 OK 各位听众 我们要跟陈老师说一声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访谈下去 今天呢 我们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助理教授 陈立辅陈老师 请陈老师来聊一聊有关于新内阁里面的人事安排 特别是国安和两岸这个外交体系上面的安排 我们也谢谢老师 过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这节目接近尾声 祝您有愉快的周末 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